然番剧场!然番啦! 他有过了解 这门竖法的架构 就是结合族人的力量 在体外形成法相 以此获得强大的实力 族人越多越强 被力量加持者就会越强 此时夜影族长体表 已经冒出了淡蓝色的能量 将它掳罩 形成了一具体外能量躯体 这具蓝色能量躯体背后 长有八条手臂 面目猙獰 体型三米有 似乎发现了风琪的注视 夜影族长也在这时 转头朝他望来 目光短暂地对视 夜影族长猛地吸了口气 顿时站在他身边的夜影族人 纷纷面露疲惫地倒下 风琪的拳头缓缓握紧 发出关节交错爆裂声响 他的嘴角浮现猙獰的笑容 随后抬手挑衅般地 朝着夜影族长招了招手 被蓝色八臂能量体笼罩的夜影族长 猛地撞破门框 碎屑横飞简 静止朝他扑来 风琪握紧了拳头在这时 猛地挥出 墨绿色火焰挟血雾化为全影 陡然砸向了夜影族长的面门 他的拳头骤然砸在了蓝色能量体的面门上 恐怖的力量瞬间迸发 被蓝色能量体笼罩的夜影族长身形 静止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上 蓝色光点飞溅 这一拳的力量显然超出了夜影族长的预料 但他很快将自己从墙壁中拔出 再度朝他扑来 看到夜影族长还是愚蠢地选择与他近战搏杀 风琪咧嘴露笑 有拳在此时猛地握紧 体内的血雾化为漩涡 绕体盘旋 心脏的每一下跳动 将力量蔓延全身 他的肌肉变得凝实 炙热的雾气顺着他的吐气呼出 恐怖的力量瞬间凝聚 当右拳再度挥出 就好似一颗出堂炮弹 陡然砸向了夜影族长的面门 想要将其一击避杀 就在拳头即将砸中之际 夜影族长身形侧疑 势大力沉的一拳 陡然砸在了他的右肩膀处 恐怖的力量让蓝色能量体瞬间凹陷 伴随着蓝色光点飞溅 骨头断裂声随之响起 生死搏杀没有犹豫可言 夜影族长咬牙忍着疼痛 背后的八条蓝色能量体 陡然前身 抓住了风琪的双臂 另外六条蓝色手臂 顿时化为了幻影 如疾风咒语般疯狂砸下 劈头概念的攻势下 风琪能感觉到有一种精神力量 正在渗透进体内 这种精神力量正是夜影族 擅长的精神蛊惑力量 他顿时明白了夜影族长的想法 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不断地往他体内注入精神蛊惑力量 然后不断地积累力量 直到最后激活的那一刻将他控制 很可惜的是 烙印在体表的紫魂纹路 拥有破魔的效果 侵入体内的精神蛊惑力量 还未根植呢 就被打散了 根本无法汇聚起来 感受到体表的疼痛感 风琪决定 结束战斗 夜影族长的实力确实很不错 如果这门超级术法再发展上数年 再加上灵染的加入 确实会有极大的进步 甚至让未来的迷雾之主 也吃过苦头呢 但是这个时间点 显然是有些不够看了 甚至可以说是差远了 打爽了 该我呢 顶着六条能量手臂 劈头盖脸的挥杂 风气缓缓地抬起头 露出了猙獰笑了 花鹰落下 他发出了一声咆哮 体内的力量骤然爆发 心脏好似踩下了油门的发动机 发出轰鸣的声响 他的脑袋重重地 凿在了蓝色能量体的脑袋上 顺势抬起的膝状 猛地顶在了蓝色能量体的腹部 蓝色能量体顿时被这一记凶狠的西装 顶得飞了起来 风气顺势挣脱了被束缚的双手 伴随着一声咆哮 他的右脚猛地跺地 地面轻颤间 血缘形态进入到了高负荷运转状态 气血不断外溢 与他的权益融合 他在这时摆出了最为熟悉的猛虎拳起手势 右臂率先砸响了身形还在上浮的蓝色虚影 一道血色拳影顺势冲天而起 重重地撞在了蓝色虚影的胸口中 左拳紧接着挥出 双拳不断地挥动间化为了幻影 墨绿色火焰缠绕左臂 澎湃气血缠绕右臂 两种颜色的拳影不断地飞向天空 被蓝色能量包裹的夜影组长撞碎了天花板 镶入了后世的土层中 伴随着拳影不断袭来 他连挣扎都难以做到 蓝色光点飞溅 由束发构成的蓝色能量体终于不堪重负 化为灵气雨点 四散落下 接下来的每一拳 都重重地砸在了夜影组长脆弱的肉体上 他的眼中浮现难以置信的神色 似乎不敢相信 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临死前 他的眼中画面定格在了密集的拳影上 当风奇收拳头顶碎石大面积的脱落 已经被打成肉迷的残破躯体 也在这时摔落在了地上 随后被碎石掩埋 下辈子还是别玩近战了 不适合你 看了眼碎石堆 风奇表情冷漠道 随后转身望向了其他的房间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琥珀核心区里的夜影族成员全部杀死 保证一个都不能逃出去 血缘形态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他的身形再度扑出 身影游走间不断地有夜影族战士 成为他手中的亡魂 这还是风奇第一次在牺牲县中 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进展快感 只觉得整个身体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状态 终于不再逼去 终于可以全力宣泄了 骤然挥拳间 又有一名夜影族战士在他的面前化为了血雾 转身间 他看到沐晴的身影一肉眼 近乎不可见的速度从眼前划过 凌冽近风浮面 不远处的数名夜影族战士化为血雾暴力 这时远处传来了凌冉的吐槽声 我靠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我们在恶战 你们在碾压 我们参与的不是同一场战斗吧 抬头望去 凌冉正在被三名夜影族战士围攻呢 应对得十分吃力 风起咧嘴笑道 想要求助紧扣衣 啊 看不起谁呢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 说话间 凌冉双手快速交错结印 数到数法轨迹在跟前同时勾勒 可还未等凌冉完成术法结印 木晴的身影闪烁而过 与他交手许久的三名夜影族战士 甚至来不及反应 身形爆裂 化为了血雾 风起在这时咧嘴笑道 哼哼 结印之召唤木晴之术 确实很强 直接秒杀了对手 厉害啊 望着表情精彩的凌冉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随即身形扑向了 朝着操控台方向围去的 最后数名夜影族的战士